这个阶段有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都是郑爵教育基金会 非常资深也非常优秀的讲师 第一位我们邀请的是主讲人 台大硕士余淑伟老师 请老师上台 第二位是座谈的讲师 红灵堂生物科技研发长郭俊贤博士 第三位是语谈人 高院科大电机系副教授王俊超博士 欢迎三位老师 老师请坐 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三位老师 那我们就将主持棒交给王俊超老师 谢谢老师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 此次我们玄奘千年文化路 这个第三场的一个座谈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这剩下大概45分钟之间的时间 我们也希望 藉由刚才我们看到的影片 以及我们余老师 这个精辟的剖析 以及分析 这样的整个 这个文化 佛法的文化的过程 那我们希望用几个问题来 提问 希望藉由这样相关 或者是类推的问题 来帮忙为各位观众 或者朋友们 对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些背景 尤其是佛法文化背景 来做一个解答 那目前呢 我们就已开始进行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既然我们释迦四尊 讲的是真理的佛法 那为什么四尊呢 是依什么样的原因呢 要把佛法分为 所谓的二圣法 及大圣法 那什么叫做二圣法 什么又是大圣法呢 这两者之间呢 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我们再次先提出 这样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请两位老师呢 可以答复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佛法浩瀚 又深又广 释迦牟尼本人 用了三大阿森奇节 才完成了他全部的佛菩提道 所以呢 在佛菩提道的路上 刚才说到 他可以广分为五圣 或者呢 就解脱来讲 可以分为三圣 他都是需要长时间 无量的福德 智慧功德的累积 那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 由简而凡 我们把前面的二圣 叫做这个解脱道 其实用小圣这个字 现在有些人 就是觉得不好的 因为呢 他本来小圣 叫做Shutrayana 他并没有小这个字 是到了中国以后呢 站在大圣的人说 我们很大 你们很小 所以他一开始 是一个贬义词 这不得不承认 的确是如此 那刚才我们讲到 其实三圣佛法 它是整体的 是一贯的 并没有说 你是学小圣的 我是学大圣的 我不学你们小圣的 没有这回事 玄奘法是以 他自己的经验 告诉我们 三圣就是整体的 那只不过说呢 在前面的解脱道 它是后面 大圣道 佛菩提道的基础 如果前面的基础 没有完成 后面也必将 唐娟齐功 所以依照前后 不同的属性 把它分成 所谓的一般人 所谓的小圣 与大圣 现在我们叫做 解脱道 与佛菩提道 那在解脱道的时候呢 他所要修的 主要是人我空 也就是呢 从个人心的角度 从五蕴的角度 来看诸法的 真实的相貌 那完成了 二圣 须陀还 也就是出国的实证之后 那么这一位 修行人 如果他有意求取 更上的证悟 他就可以去 就有能力 去追求 大圣的剑道 那 所以 不管是 人我空或法我空 人我空是法我空的基础 而 二圣或者是大圣 他都是 必须要以 二圣的出国 虚陀还为基础 否则他就会 堂捐其功 大圣跟二圣 他们 在操作面上 是真的有所不同的 这牵涉到 他们的内涵 有深浅广辖的差别 大圣法 要学 要学多久 要成佛 要三大 阿圣 继续这么久 所以他所学到的内容 他所要开展的 是不是又深又广 好 相对的 那么所谓的二圣法呢 解脱到的部分呢 当然 就是因为 世尊在当时 因应的众生的需求 那个时候的人们 是不是 觉得 这个真的是 有苦 有无常 所以想要能够得到解脱 在这个前提之下 自然 能够能够先让自己 能够脱离那个苦 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所以 但是 整个佛法 又是一个整体啊 怎么办 如果 我们是世尊 我们是佛陀 要怎么 把这么一个丰富 完整的佛法 却要分 切割开来 来教导 却又不失为一个整体呢 那就是世尊的方便散巧了 所以 我举一个批语 来说明 为什么二圣跟二圣 大圣跟二圣 会有这样的关联 我们 大家都有学过 算术嘛 加减乘除 这是四则运算 我们叫做数学 好咯 可是如果当你要开始教一个小朋友 算术的时候 要让他了解数学 最基本的 一二三四加减乘除的概念的时候 会从什么开始教 加减 对不对 比如说 一个苹果 好 放在这里 再另外一个苹果 合在一起 有几个啊 两个 学会了加了 然后这两个苹果 把一个拿开之后 那剩下几个 一个 好 所以一开始 把加跟减 就可以 可以了解 有加法跟 减法的概念 有数字的概念 然后呢 小朋友学了 我会数学了 我自己会数字了 会加跟减的概念了 然后这样子 后续 当这个小朋友 有可以上手 有信心了之后 就像是 当时的恶圣人 学法之后 知道真的可以解脱了之后 再进一步的教他 第二阶段 是什么 加减 接下来就是什么 乘除 因为你当我们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两个苹果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了解 两个苹果 有两堆是几个 四个 二乘以二等于四 然后呢 相反的 把两堆苹果 放 增加一半 剩几个 两个 诅法的概念就出来了 然后整个 你加减成竹 都会了之后 是不是越来越有信心 而且接下来 把这个加减成竹 开展到极致 是不是接下来 在日常生活上 怎么算术 在天文地理上 在什么任何一个学问上 你都可以把 加减成竹 派上用场了 所以 这整个看起来 原来是一个次序 次力性的 把四则运算 都囊括在内了 那么可以说 因为加减成竹 成竹比较厉害 所以成竹就是 最厉害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佛法 我们的数学 四则运算 就只有成竹吗 不行 因为都要从哪里开始 加减 所以 加减成竹 合在一起来 就像是我们说 大圣法一样 需要涵盖 这个加减成竹 这四个层次 但是要不要 从加减开始 要 就从我们的二圣开始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 让学的人真的有所受用之后 也能够渐渐地把 深 广 未来可以开展 大圣法 无穷无尽的妙法 无穷无尽的应用 的这样的一个大圣法 才能够真的开展出来 谢谢 我们感谢两位老师的答复 那在此我们就做一个小结论 那也就是因为 释迦世尊 因学佛的根性不同 那就是小根性的人 他畏惧生死轮回的话 那就受以二圣法为主 但是对于大根性的菩萨们 就知道他们不畏惧生死轮回 所以以三大无量数节 所能成就的成佛之道 而受以大圣法 那这样子的话 小圣法其实是大圣法的基础而已 所以十方诸佛所说就是唯一佛圣 那唯一佛圣就是所谓的大圣 所以大圣才是救济的 救济的成佛之道 祖 sub indo by broth3rma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